古人云,多子多孙,多福寿,家族越大,人丁兴旺,老人的晚年会过得很好,然而对于现代老人来说并非如此。 虽然有满堂儿女,孝顺的却很少,尤其那些失去伴侣的老人,他们以为儿女众多,可以安享晚年,却发现,寒心如苦养大的孩子,没几个能真正尽到孝心,总是相互推诿,把老人当个皮球,踢来踢去。 今天要分享的冯大爷的故事,让人唏嘘,到老了,为了躲避不孝儿女,宁愿远走他乡,远离故土,这是怎么一回事? 冯大爷,七十二岁,辛苦养育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没有多大能耐,却和老伴生了四个孩子。 年轻的时候,旁人总说多子多孙多福寿,上了年纪才知道,儿女多不是一件好事。 大儿子今年五十岁,已经当上了爷爷,跟我一样也是老农民。 二儿子脑袋灵活,早些年跑去南方打工,在那边安家了。 三女儿有出息,考了出去,在大城市。 小女儿远嫁,不在身边,虽然没多大本事,我和老伴也把几个孩子养大了。 想着,四个孩子,每个人每月三百块钱,两个人可以安享晚年。 老三没啥意见,其他三个很是不情愿。 老大说,我是农民哪来那么些钱,还要养老婆孩子呢? 老二说,我一辈子在外面打工,也没赚多少钱。 现在两个孩子费用也很大,做不到每个月拿三百。 小女儿更气人,我是嫁出去的女儿,养老的事情还是找两个哥哥吧,跟我无关。 我跟老伴的心都碎了,我把他们养大,却这样对待我们。 无奈之下继续种地,不忙时编点筐,拿到极上卖。 虽然赚不了几个钱,但最起码生活还算过得去。 前妻意外去世 65岁那年,老伴突然昏倒,心机梗塞,送到医院已经过世。 剩下我一个人艰难度日,身体越来越差。 求孩子们每个月给点生活费,老三每个月给了两百块钱,其他人一分不拿。 老大说,吃不上饭可以到他家吃,可是每次去,儿媳妇都摔盆子摔碗的,我再也不去了。 老二和老小都在外地,人家不给钱,我也没办法。 老三听说他们一分不拿,也不再给我钱。 不种地,没有钱,种地身体又不行。 我把地租了出去,十亩,一年一千五百块钱。 农村养老保险,一个月一百三十块钱,凑合活着。 63岁那年,去集上卖筐,认识了一个卖小白菜的老太太,跟我年龄相仿,一直咳嗽不停。 我说别卖了,赶紧去买点药吧。 他说,不管用。 再说了,药挺贵的,买不起。 聊天中才知道,他命挺苦的。 儿子和老伴都去世了,就剩下他一个人。 两个同命相连的人走到了一起, 我俩把房前屋后的地种上了菜。 成熟的时候,他卖点菜,我就卖筐,日子还算过得去。 与现在的老伴拿着钱走人。 七十岁那年,有一天村长来到家里,跟我说,四十年前种的那片林子,有人要买。 买主是个大老板,很有钱。 看我年事已高,直接给了三十五万。 我和老伴喜极而泣之时,大儿子和大儿媳拎着水果进来了。 儿媳说,爸,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自己过呀。 万一有个病杂症,我给你们养老。 我懒得搭理他。 儿子说,爸,你现在有钱了,不能给外人花呀,我才是你的亲儿子。 有了钱才知道有个爹,没钱的时候我是谁,直接把他们轰出去了。 其余的三个孩子相继回来了,不让我跟老伴领证,要把他赶走,说他寄予我的钱财。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样子,心里都在淌血。 这就是我的亲骨肉,眼里只有钱,没有爹。 不论他们怎么说,我都无动于衷。 怕夜长梦多,我和后老伴领证了,家里的破房子不要了。 偷带着老伴去了几百里外的外乡,花了两万块钱买了一个农村小房。 我告诉老伴,如果你先走了,我给你送钟。 我先走了,钱都给你。 自己找个保姆,或者是可以相信的亲戚安排后事。 钱我都给他们。 不是我对儿女无情,是他们太没有良心了。 如果不走的话,他们会想尽办法琢磨我手里这点钱,那会有受不完的气。 满汤儿女有啥用,都是眼里认钱不认人的主。 幸好遇到了后老伴,真是应了那句话。 满汤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对于冯大爷的事情,你怎么看呢?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认为冯大爷这个举动很好,他的事情也让我想到了六十五岁方大姐的事情。 方敏,广西人,六十五岁,自述。 一,家里乱成一锅粥。 那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和老伴晨练回来,发现二女儿带着外孙女来了。 看到我们回来了,二女儿玩着手机也不抬头,外孙女自然也是没主动叫我们。 只是嘟着嘴说,我饿了,中午我想吃猪蹄。 我们两口子还没搭话,小儿子睡眼惺忪地走出来,指着外孙女道, 吃吃吃,整天就知道吃,你看你,都肥得像猪了。 二女儿把手机往桌上一摔,推了一下自己的亲弟弟。 你凭什么说我女儿像猪,你整天赖在家里好吃懒做,你才是猪。 姐弟俩差不多要打起来了,小媳妇过来地说, 哎呀,我还是个孕妇呢,一大早就这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和老伴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已经不觉得心疼了。 中午时分,大女儿也快赶到了。 四十多岁的人了,浓妆艳抹,花枝招展。 罕见地给我和老伴递过一份礼物,两瓶白酒,说道, 爸妈,我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借点? 死话一说,家里闹开了锅。 二,三个子女都不让人省心。 那晚,我和老伴一夜未眠,他忽然叹息地对我说,要是大儿子还在就好了。 我的眼泪瞬间流了出来。 大儿子,他聪明,懂事,很有魄力,是家里的主心骨,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有一段时间,我们过得幸福美满,可是好景不长。 李杰三十岁那年,查出了白血病,一年后去世了。 有时候,我和老伴也会自私地想,如果上天要夺走我们一个孩子,为什么偏偏是李杰? 为什么偏偏不是其他儿女? 我们对剩下的几个儿女,绝望透顶。 大女儿性格直,情商低,她前一次婚姻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和婆家处理好关系。 离婚后,她开始跟不同的男人交往,很随意。 后来跟单位里的有妇之夫扯不清楚,被单位辞退了。 二女儿像她大哥,也很聪明,但为人自私又小气。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我们照顾不来这么多孩子,对她有些忽视了,所以她对我们的感情也不是很深。 她和女婿都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但是都是铁公鸡。 逢年过节,不给我们买东西,还要拿走别人送给我们的东西。 外孙女也被教育得虚荣,不懂礼貌。 小儿子也聪明,但是聪明没用到正处。 她曾因为参与偷盗,被关过几年。 她出狱后开始做各种生意,从我们这里伸手要钱。 她掏空了我们的积蓄,仍不愿意上班,每天游手好闲。 后来她带回来一个怀孕的女人,没经我们同意就结婚了。 婚后,两人当起了啃老族。 老伴终于撑不住了,中风了。 虽然抢救及时,但还要做住院康复治疗。 也正是老伴的这次中风,让我看透了儿女们的本性。 三个儿女都不愿意来照顾,大女儿连饭都不愿意做。 我只好一个人又煮饭,又照顾老伴。 我想让他们三个人出点钱请个护工。 大女儿直接说没钱,二女儿装模作样,我倒是愿意出钱的。 可是大姐和小弟都不肯出,我觉得不公平。 小儿子嬉皮笑脸,我还得养老婆养小孩呢。 我只能一个人咬牙照顾老伴。 更令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和老伴住的房子要拆迁。 我们决定去要一套房子。 可是三个儿女一致说,爸妈要赔偿金。 他们希望把赔偿金分成四份。 我和老伴一份,他们姊妹各一份。 他们认为,我们老了根本不需要房子。 到每个子女家里轮流住几个月就好了。 或者,你们还可以租房啊。 我和老伴彻底绝望了。 如今老伴住院了,我决定要那笔赔偿金。 我打算跟老伴出去旅游,花光用光, 最后住进老院,也不给那些儿女。 听完两人的故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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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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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